漆黑深夜 急暗激烈发生 直接在后背后直接都伤了 究竟是谁一次次伸出黑手 我没有承担都开始通了 重伤之后 受害人居然选择了原谅 是什么将他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又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心血 北原谅的持刀少年 热险十二 极强不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见面 跪在地上一直盗见的孩子叫丁薇 和他相对哭泣的这名女子叫董素芬 奇怪的是 这只是他们第三次见面 他们不仅非亲非故 而且董素芬身上有十多处刀伤 都是丁薇拿刀子捅的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2011年11月19日晚上10点 夜色之中的新乡已经逐渐安静下来 突然之间 新乡市向阳派出所接到报案 在新乡市的东南岛发生了一起持刀抢击案 然而被害人提供的线索却是十分有限的 因为天黑 他并没有看清楚抢击者的体貌特征 只是说对方看起来像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正在警方分析案情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另一起持刀抢击案发生了 警方发现这两起持刀抢击案 作案手法相似 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也很相似 更加奇怪的是被害人也都是女性 十刀抢击的案件接二连分的发生 并没有停止 不管人的手段十分残忍 都是先直接拿刀子去捅 把受害者捅伤之后再实施讲经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这个喧闹的城市当中 还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各位好 这里是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当一个被捅了十几刀的被害人 遇到这个行凶凶手的时候 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那应该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吧 但是我们见到的一幕呢 却是行凶的凶手跪下了 被伤害的人原谅他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继续来关注 董素芬是新乡市皮鞋厂 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 他从2004年开始退休在家 休闲度日 2011年5月 董素芬当上了外婆 尚有90岁的老母亲 下有可爱的小外孙女 四世同堂 一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 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直到某一天的一个意外 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 一家人的生活从此 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个故事发生在2011年11月27日的晚上 十点多钟 当时的董素芬就走在通往自家小区的小巷子里 距离自己的家仅仅不到30米远 奇怪的是背后的这个人一直在跟着他 这个人一边用刀子头一边拽董素芬的包 董素芬被拽翻在地上 那个人抢走了包 包被抢走之后 董素芬开始大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惊恐的发现 那个人居然又回来了 我都很寒久命 很寒久命 小孩又回头了 他又回头了 我那会儿吓 他当时不是想了 伤了一个人 伤了三个小孩 一拥而伤 那个人又向董素芬连同了几刀才抛开 而董素芬却瘫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立即站起来 直到有路过的邻居发现 并被他拨打了120 他再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混血眼睛 那真是大的产度了 都那样 一直都是这样的 都跟着董的可恨的样 反正我感觉可能 医生说好像是血果多了 到达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医院的医生 马上对他实施了急诊手术 当时这个背部有四刀 这个还有做肩部 还有右手腕 总共有十刀左右 当然最重的主要是胸部 胸部有两刀是经过 就是第六第八类 扎断了之后又进胸 应该是把肺损伤之后 形成一个血气胸 与此同时 当地公安机关又一次接到了报案 这又是一起严重的直刀抢击案 他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专门负责侦破这一系列的抢击案件 警方推测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几个未成年人 然而他们流动性很强 作案的地点也不固定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应该从哪里查起呢 当然像的因为它都是维生线吧 像的他们可能经常 维生线学号 就好赏旺呀 好味儿 我们去的几个学号 经常好赏旺的几个地方 然后那个旺马 留下了几个日 就咱们得加速 一天 两天 三天 负责遁守的民警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猪子马迹 直到第三天的晚上 网吧突然出现了两个孩子 他们并没有上网 却做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 这两个小孩到达马以后 住到林远以后 正在撒旺了一小孩身边 然后拍了那小孩一下 然后那小孩站起来 跟着他们一会儿出去了 这几个孩子神神秘秘的 要去哪里呢 犯案民警马上开始跟踪 他们租到一个路口 埋了一把刀 等于是小孩们的书 一直就是在后面 躲一门房子 看着就像是 又倒了那个痒 几个小孩 等于是身上肚带倒了 看下对面往一个偏僻地方挂了 当时我们就上去 把这三个小孩给抓活了 这次这一系列的 持刀抢劫案件宣布告破 警方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 他们在新乡市作案十一级 每次抢劫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 这些犯罪嫌疑人之中 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名叫丁薇 他向警方交代了全部的罪行 其中有一个受害者 就是董素芬 就在丁薇等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的时候 另一边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董素芬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在手术苏醒之后 却不足够面对难熬的疼痛 和满身的伤疤 董素芬在医院驻疗 将近二十天 花费医药费用两万多元 身上的伤痛虽然减轻了很多 然而那个可怕的夜晚 已经成为他不敢碰触的回忆 而他的家人也发现 他明显变得更加敏感和胆小了 刚出院的时候 他就在他那个卧室就不敢出门 比方在自己家人去那个洗手间 他就不敢出来 就得有家人陪同的 天黑是不敢出门 在大街上走的话 如果有年轻人在背后的话 他会让着你走过去 他太丑 他就是后边 后背后边不认有人 就是有人他的心里就害怕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董素芬终于等到了结果 2012年8月10日 金香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就在法庭上 董素芬又一次见到了丁伟 那天开庭室的时候 我自己看见 我心里都 少不来的能难受 我这样 一开庭室那人都站起来了 我都站不起来 看见到我又可恨了呀 第一次一眼看见到我恨了呀 我说你看看 这一无丑二无原理 你都这样了 能够这些刀 十刀子 你想想你都要往 往四处去能量 能而恨的 真是要重量去恨 去大的两手 庭审依旧在继续 丁伟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而董素芬心里依旧充满了怨恨 然而接下来 却发生了奇怪的事 连董素芬自己也都没有想到 他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从而做出了一个 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杨文战律师 还有本栏目的特议评论员张斌 这个持刀抢劫 在这个刑事犯罪里边是挺严重的一种 但是呢 这个嫌疑人呢 他又是未遇人人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制裁 像这个抢劫 强奸杀人这些都是重罪 按刑法规定的是 14周岁以上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他们肯定要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抢劫罪的话呢 量刑一般是在三年到十年以上 但如果情节较重的话 那么应该在十年以上无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他们几个的情节应该算是比较重的 但是未成年人在最后判刑的时候 一般都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张斌你看这个就是未成年人犯罪 这个也是居高不下 但是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往往你看 我们看着这些小孩 他犯罪的时候 他非常的凶残 他动不动就伤及人命 你觉得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受这个网络游戏的影响 肯定有影响 就是说一方面对于这种小孩来讲 为什么我们说跟杨律师也探讨过 为什么这个十五六岁 十六七岁这些孩子犯罪 往往手段会很残忍的 一个是他心里还没发育成熟 但他生理上已经成熟了 力气也有了 然后那个辨别一定的 是非能力也有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他的这种手段往往更残忍 再有一个 现在这些孩子 接触社会的负面信息的渠道非常多 你比如电影电视 你比如网络 甚至他人的教唆等等 会有很多的渠道 来让他了解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一旦转化成犯罪行为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他实时起来就非常的残忍 曾经有这个律师就跟我们说过 说有的孩子在问他 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残忍的 去进行伤害的时候 他说电影里就这么干的 所以我就我就学 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案件了 他更多的衍生出了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董素芬也说了 他第一次在这个庭审现场 看到这十几岁的仇人的时候 他非常的恨 他恨不得想冲上去打他 但是随着这个庭审的深入 他这个心情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丁伟是河南省新密事院 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手了 他的母亲在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 在丁伟还在盘山学部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诈骗罪 两次进监狱服刑 严则对于父亲丁伟也没有多少印象 就连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次开庭 丁伟的父亲也没有出现 以前吧 爸爸的养业都不经常接触 感觉都像 他不关我那样子吧 整个印象里都是 脾气也很暴躁 而丁伟的母亲在他的记忆中 已经成为了一个陌生人 他对母亲仅存的一点模糊印象 是在十年之前唯一的一次见面 小时候在五不六岁吧 奶奶带着我去 赶紧 在家门宫 家在那洗衣裳 他说 奶奶我说 这是妈妈的 丁伟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 经常在外地跑运输 也不怎么管丁伟 于是没有人管 也很少有人过问 从小就喜欢玩耍的丁伟 只上到小学五年级 就辍学回家了 家庭困难 在学校本来学习不太好 调皮都在 后来都辍学了 那一年丁伟只有十二岁 这是一个本该在学校里上课读书的年纪 然而 此时的丁伟 却已经放弃了学业 每天的想法 只是如何才能出门打工 以及怎样才能赚到钱 养活自己 在郑州干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后 丁伟觉得很无聊 不久之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市 在老家 有个朋友 他们妈在新乡这边 给餐厅里 那种卖豆浆的 后来都是刚开始跟着妈干 对于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而言 这座城市充满了陌生和新奇 而喜欢玩耍的丁伟 并不满足于日复一日 重复无聊琐碎的工作 他经常出去玩 流连于网吧和闹市区 2011年9月的一天 丁伟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赵淑良 正是这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包括丁伟在内的 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在人民公园认识了赵淑良 也是跟他当服务院 赵淑良河南新乡人 当时十八岁 认识了这位仅仅比自己 大几岁的朋友之后 丁伟觉得和他很投缘 对这位朋友说的话 也深信不疑 当时赵淑良告诉丁伟 他有一种来钱很快的方式 就是抢击 同时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 以及吓唬被抢者 他们每人都买了一把刀 赵淑良的这一次示范并没有成功 然而当时险些废强的人 却在事后报了警 就这样丁伟生平第一次目睹了如何持刀抢劫 虽然那一次抢劫 虽然那一次抢劫并没有抢到钱 但是却带给了他深深的震撼 刚开始心里也进掌 后来赵淑良说是 没事就算了 慢慢慢慢的也都没多想 都也是跟着他 都是赵淑良说是 赵淑良说是 然而抢劫的 有个抢劫 就这样 丁伟跟着赵淑良持刀抢劫十几次 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瓦 被警方抓获 在法庭上 丁伟讲述完自己的故事后 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 正是这个举动 使得董素分心里 开始悄悄起了变化 他都当时一在法庭上 一鬼一狗鬼 他很可怜 安姨对不起你 实在对不起你 当时那个话我都说不出来 我都想着 我还真是可怜 我那一会儿 反正是我也想着 都不是说那么疾恨 那也都有点消失了 那个缘起有点消失了 2012年9月29日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直刀抢击案 做出了判决 我们这个一抢决罪 判处这个小丁 有期徒刑八年 罚金两千元 这个判决结果 我们是作为一个减轻处罚 因为根据这个庭审情况 他的汇罪表现 还有特殊的成长经历 我们就做了减轻处罚的决定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按理说已经是尘埃落定 董素分回家养伤 而丁伟则等待着 被送往监狱扶起 然而故事依旧在继续 又一件事情的发生 使得董素分和丁伟 有了第三次见面 前拿监狱扶的时候 那个独发官跟我说了 他说了 又你看了 丁管龙他的父亲 都不着面 说打电话他不接 现在通知的已经 排名署下来了 被动监狱扶起来 一定送他了 田园扔了 然后他手逮着 他都不接电话 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董素分在心里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对法官说 既然孩子的父母 都不管他 那么他想去给丁伟 送一床被子 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 告诉家人的时候 却遭到了几乎全家人的 集体反对 大家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作为受害者 他会这么轻易的 就原谅丁伟 毕竟丁伟曾经给他 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我说你看看 我说你是个当事人 我说要换个别人 我还理解 因为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一个当事人 这个事才过去 你这样做 我说我真的是理解不了 我就说我妹妹 你傻了你 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现在伤疤还没有好呢 你就需要去给他送 给他送温暖了 然而无论家人如何反对 董素芬已经在心里 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背着家人 去给丁伟送被子 2012年11月5日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为丁伟组织了一场见面会 董素芬来到了新乡市看守所 他又一次陷到了丁伟 还是你要这个 你这个阿姨这个 知道什么 没事 你叫我好好改造怪 你太小 年少有子 你好好改造 早日会 早日会 好怪 阿姨不结合你 我现在能不能弄你 我要能不能弄你 我都关着你的怪 我都讲你回我家的怪 你知道 你看这个 你看这会说 这个你有被子 被子不好怪 我阿姨的心意 咱俩就对阿姨 不用拘怪 没事没事怪 好好改造都总怪 没事没事怪 就要好好改造了 早日会被撕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次见面会上 丁伟的父亲居然出现了 原来 经过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不懈努力 终于联系到了他 丁伟的父亲告诉我们 他和儿子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儿子来新乡打工 丁伟的父亲现在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且平时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儿子 他和儿子的日常联系 也仅仅是打几个电话而已 见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很快就到了告别的时候 给大家翻开来 再来 再来 回 好了 你跟着阿姨在这上发生 跟着阿姨 好了 说吧 好 说吧 好 说吧 好 说吧 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看着窗外 若有所思 而新乡市看守所的管教人员 也格外注意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第一个 他入所的时候 年龄非常小 入所的时候还不满十五周岁 这个第二个特点 受家庭影响 他因为是一个离异家庭 情感确实比较严重 性格比较内向 丁伟告诉我们 原本他不想寻找自己的母亲的 然而进入看守所后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丁伟在看守所收押几间 曾经给法官写过一封信 在朋友眼里 我是一个强者 可我现在多么软弱 我多么渴望自己 也可以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拥有父爱 母爱 说起我的母亲 我想她是个没有资格当母亲的人 或许她真的有她的难处 虽然说她狠毒 但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还是很想见上她一面 我确实很受震撼 我觉得这个小孩 这个心里面反映出来的小孩 不像一个小孩 他这个年龄 能说出来这个话语 确实很触动我 他对妈妈那种感情 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那种感情 十几年来 丁伟一直很想念自己的母亲 很想见母亲一面 这已经是她的一个心机 然而茫茫人海 她并不知道她的母亲 到底在哪里 根本无处寻找 而丁伟的父亲 也不希望再和她的母亲 有任何的关联 甚至不希望 她知道这件事 虽然我们以前的父亲 孩子这些生日 是她的宅家 无聊的这种事实 不像宅家了 她情人上有什么 就还没啥压力 这么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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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进到二娘来的 都在大路 嗯 这是我 不想要知道 而董苏芬的医药费赔偿问题 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丁伟的父亲曾经承诺过 赔偿董苏芬医药费 现在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她承诺了口 说了口 大人一直不接电话 她就是 推卸证的 因为没法 她不给你 你去跟她下着洗衣 你一提几回这个时候 我都心里都到后几天 事到如今 这个已伤害开始 却已原谅结束的故事 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董苏芬虽然不愿意再想起 那次可怕的经历 然而对于丁伟 她依旧是心存牵挂 在新乡市看守所 关押的十一个月之后 丁伟被送往河南省郑州市 对成年饭馆校座去服刑 这一天 她满怀期盼的父亲没有出现 一只期待的母亲 也没有出现 送给她的 只有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 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 离开了这里 等待她的 将是八年的监狱生活 我们不知道 对于丁伟来说 董苏芬的原谅 有怎样的意义 然而我们希望 这个温暖的故事 这份宽容的感情 能够陪伴着她 走好物以来的人生道路 她将来要走的路 还很长 很长 董苏芬 多么好的一位大姐 看到她 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叫人心底色 那里边的一个主人公 叫梁建宏 她的儿子也是外出打工 被人杀害了 但是她忍着巨大的悲痛 不顾家人的反对 她要求法庭 轻判凶手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她看到 那个杀人凶手 比她自己的儿子还年轻 而且 那个杀人凶手的母亲 也是一位悲伤绝望的母亲 她一看她就心软了 她决定原谅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我们应该做一个宽容的人 应该包容一点 应该善于原谅别人 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 为他们想想 你真的能原谅 杀害你亲人的人吗 你真的能原谅 捅着你十几刀 就奔着 要你的命去的这个人吗 所以这个原谅 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我不知道张宾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说 这种做出这种超越恩仇的 这种决定 应该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 所以应该说 不光是心理上 情感上恐怕也非常强大 我们一般来讲 对于普通人来讲 那么血债血肠 或者说杀人抵命 这是一个最基本 朴素的正义 那么如果能够在 这个正因为说是 能够超越这种仇恨 他难做 我们才能说 像董大姐才讲 难能可贵 他才真是可贵的地方 但是我并不过分 苛求要求 每个人都这么做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你这么做了 很可能就会给这个孩子 带来一个新的生活 带来一条出路 某种程度上讲 对自己的心理也是解脱 所以我们说 爱与宽恕 不但给这个孩子 让出一条生活的路来 同时可能自己 也能够得到一定的解脱 那这个董大姐 对于丁伟的原谅 是不是对于法院 对他的判决也是有影响的 肯定有 这个刚才咱们讲 就是说受害人 对他的这个谅解 肯定对于法院 在量刑的时候 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一般都可以 相对的会轻一些 那我们说说 这个丁伟的父母 这个母亲 他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这父亲呢 一直也是见不着人 所以对于这样的父母 我们也不能太高的要求 先从这个法律的底线上来说吧 孩子现在犯事了 他们要不要承担什么责任 刑事责任是丁伟自己承担 但是他是未成年人 按法律规定呢 未成年人 如果给他人造成伤害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话 他自己又没有财产去赔偿 他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的父母 是有赔偿责任的 那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啊 就是让那父亲送床被子 他都不来 怎么能指望他拿这钱呢 他总是嘴上答应 但是一直找不着人 你董大姐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既然他有这个赔偿责任 董大姐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单独起诉他 提几个民事诉讼 要求他承担他监护人 应该承担的这个赔偿责任 法院会依法判决的 张斌你觉得这个孩子 走到今天还不到15岁 跟他这个父母对待他 还有这个家庭情况 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当然这影响非常大 我们说当下社会 在这个剧烈转型期的时候 你会发觉未成年犯罪 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分两种 一种我们说是一种 教育缺失的家庭 包括了对于独生子女的恋爱 这其实也是一种 教育上的缺失 另外比如说管理粗暴 或者曾经受过家暴的孩子 他容易心里受伤害 还一种就类似 小丁这样的孩子 就我们说结构残缺的家庭 就结构残缺包括离异 造成了单亲家庭 比如说甚至有的是 这种留守儿童 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然后再加上 有的可能父母 就有一些不良嗜好 或者说甚至就在服刑 没人管教 那这一类孩子 他普遍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一方面 他心理上缺乏安全感 另一方面 对前途生活比较迷茫 这种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疏导 或者能给他一个 良好的希望的话 前途的话 往往因为 比如说遇到困难 比如说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往往就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 他要在监狱里 度过八年的时光 那问一下文湛 像这样的少年犯 他们在服刑的时候 都会有哪些安排 要做文化课吗 会有一些学习 然后也会有一些 劳动技能的培训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他来讲 也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期间 如果能掌握一技之长 将来出来还很年轻 还有大把的机会 回归社会 有更好的生活 他现在十四五岁 八年以后才二十二三岁 所以路还长着呢 是吧 更多的在于 他学了技能也好 还是说他改邪规正也好 怎么样能够 真正融入到社会中 这恐怕还需要 我们社会多方面的力量 现在丁伟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见见他的妈妈 我们也帮着他多方寻找 但是始终没有他妈妈的任何消息 所以我们也真希望他的母亲 现在能在电视机前看到这期节目 去看看你的孩子 他还这么小 将来他从监狱里出来 也才二十多岁 还很年轻 这个时候给他一些爱 给他一些教育 也许真的还不算拍完 好 去广告 咱们接着来说 这个吃刀抢劫的少年犯丁伟 孩子在家庭中 实在活动时间 场所 时间最长 影响最深 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地方 如果这一环缺失了 你仅靠社会救助体系来完成 我觉得很难达到目的 你看小丁就是 父母全都健在 而且生活的相对还比较稳定 这时候恐怕更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咱们说那个什么 前科封存制度 对小丁这样的孩子是有采用吗 适用不了 因为他的量刑